明星 には 郭士堅 這一招是高招嗎 就是民進黨的反制罷免 點江啟臣 羅志強跟謝龍舊 你旁邊的好朋友 我們民進黨不會這麼做 這可能一時之間的企劃 其實罷免跟選舉一樣 是人民至高無上的權利 其實我們所有人 尤其是我们这些担任 民选的公职的 一定要遵守 要接受的 但是我是觉得罢名要通过 第一个他一定要有正当性 你这个提出 你要有这个正当性 这也是我认为说罢名黄洁 尤其后面还在几个 陈伯伟是要 现在连蔡世英都扯出来 我觉得这个太扯了 太离谱 完全没有正当性 你像罢名黄洁的理由 就因为他对韩国瑜白眼 他是高雄市议员 他监督当时的高雄市长 这是天经地义的事 他在执行他议员的职务 不管他执行得好或不好 多数主流迷看了那一场执行 都觉得至少黄洁他很认真 他准备得很充分 而你反而韩国瑜准备不充分 所以这样的情况下 他那个白眼 当然会对韩国瑜造成伤害 所以他执行他的侵入 你要罢名他 这个基本上毫无正当性 而且第二点 我觉得我们社会 有一个最基本的 社会正义防线 当这种没有正当性的事情 不管选区的蓝绿 选票是如何的分配比例 都不会通过的 也就是说再跟上一次 上个月的那个罢名 结果不同 对 那一个罢名 即便蓝绿的比例是不同的 即便刚好倒过来 也会通过 为什么 因为他要被罢名的 你触犯的社会善良 而现在要被罢名的这几位 不但毫无正当性 而且他们在问证 跟地方服务的表现 都是有口皆碑 所以这样的议员 这样的立委要被罢名的话 我觉得发动的人 发起的政党是有问题的 你觉得罢名谢隆继 有没有正当性 我认为他在他的议员任内 他是认真在做 说实话 即便他政治立场跟我对立 我觉得罢名他 跟在罢名黄杰 陈柏惟 吴思瑶 一样是没有正当性的 不过事件刚刚想起一个人 就是韩国瑜 韩国瑜最近跟他有关的新闻 是赵绍康宣布要重回国民党 然后要选党主席 那现在的问题 就是他的资格的问题 他有没有中评委的这张聘书 变成是一个关键 那有人就说 他这个说 他能不能选看江启臣 感觉像逼宫的语气 看江启臣要不要给我聘书 那照常说我哪有对他逼宫 这个时代谁能够逼宫 如果觉得有人竞争是好的 就让我当中评委 如果我真的是要逼宫 我要带大家去中央党部 真的要逼宫 谁比我会逼宫 我有知道国民党历史的人 觉得他这句话讲的 也还蛮有道理的 那如果江启臣 没有要给他中评委的话 他说那他就没办法选党主席 那不选党主席 他会做很多其他事 他跳出来会有事 给大家惊喜 是什么事 龙姐 赵少康是一个很有重量的 所以这颗震撼弹 确实在蓝银里面 是大家讨论蛮多的 这两天 那中评委 这个是党章跟党纲 政党的党章跟党纲 跟国家的宪法不同 因为政党你必须取得政权 才有办法施展报复 来造福人民 所以在取得过程的当中 就会有一些弹性作为 像当年调整马英九 他被起诉的时候 也是一样 就是修改 在中常会做了 做了修改 那吴伯雄前主席也是这样 就是说他拿回政权以后 他光荣地退了 对不对 他就变成是一个 创造国民党重返执政 所以很多党章跟党纲的修改 当然此一时彼此 但是你说他 有人说他这个什么 不能满一年怎么样 其实他是回复党籍 他并不是重新入党 所以没有一年条款这个问题 规定一年是投票权的规定 所以并不是 那你当时的荣誉党员 可以参选总统 所以很多事情 其实你不能 也不能说 这就是看你江启臣 江主席的决定 不是这样 党有一个党章在 但是要解套的时候 也必须 因为这不是江启臣能给的 所以要问中常会 还是要中常会 那中常会如果觉得说 像赵绍康回到国民党 这是一个正向的能量 正向发展 那如果能参选 很多人都能参选 对国民党也是正向的 那党内的思维 就会觉得倾向开放 如果是基于权力的斗争 那党内就会觉得说 这个就让他平稳一点 所以现在还没有底定 你刚刚昨天讲 怎么可能今天就定 没有 问发言人 发言人请问一下 你们国民党 到底有没有要开这个门 给他中评委 然后把那个一年的限制开放 我觉得现在应该是说 按照现行的规定 的确赵先生 他有两个部分不符合 一个就是说 他没有具有中评委的资格 或者是中央委员 中央委员要选的 那的确中评委的这个部分 是看这个主席 后面有没有去发这个评述 但是大家都在讨论说 这个是关键 其实不是 最关键的是 有没有一年的这个部分 因为它是写在那个细则里面 可是写在补选办法的细则 对 那细则你还是得要修啊 就是说还是要有人要去启动 中常会还是要处理 对 还是要处理 真正要处理的其实是这一个 不是中评委聘书的问题 是一年的条款 中评委的聘书就是 主席之后他要不要办法的问题 那个是江启臣的问题吗 对 只有那一个是 但是他还有卡在一个就是 他的确没有一年的 那一年这件事情 不是江启臣可以单独决定 对 需要通过中常会 一年的这个事情 就是国民党里面 我们有中常会 有没有人要去提 这个修改这个办法 然后修改过程当中 是多数会支持 还是少数会支持 还是是民主政党 就是他有一套程序跟规则 那这个要有人提出来 然后再修改 所以的确现在 不是所有的压力 都给江启臣一个人当 什么都是看江启臣 江启臣我想也没那么伟大 他就是被选出来当党主席 但是国民党是一个民主的政党 已经不是说主席一个人说了算 之前还有中常会 在呛江启臣说 国民党不是你一个人的 就是那时候我们有另一个 就是要缴交这个 党公职的这个办法 就是要缴费用的时候 还有中常会这样子呛 所以的确不是 都是经由中常会讨论出来 即使这个细则 也是必须经过中常会的讨论 而他当中有一个 其实是讲得很清楚 过去从过去就是这样子 你要这个选党主席的人 他这一年的规定 他是随着这个选举人 就是我们的候选人 他必须具有选举人的资格 所以他第一条写得很清楚 他过去就写 就是具备选举人之候选人 所以你是候选人 你一定有选举人的资格 那过去我们选举人资格是四个月 但是吴敦义时代为了避免 人头党员的问题 那时候很多人都是人头党员 所以后来就修了 你党员你要有 就是选举人的资格 从四个月就变成是一年 所以等于候选人 就直接变成是一年 我觉得这个是现在大家在讨论 都没有弄清楚 那个细则的时候 有点灰气 那所以解套这件事情就是 回到国民党里面 修改任何党章的机制里面 就是有通过 就可以处理了 那当然赵先生就可以处理了 如果没有通过 那就按照现行的办法规定 我最后几分钟给你 就是你被这个民党做成梗毒 不过这个范纲号 是已经跟你道歉了 50岁是有错吗 对啊 50岁 每一个人的年纪 一年一年都一直加上去 我也曾经20岁过 也曾经30岁过 但是就是一年一年 都会往上加 所以我觉得民进党的这一个 新媒体部的主任 就是他今天做了这样一个梗毒 我不晓得他要表达的是什么 就是说28岁的民党的年轻人 可以穿飞行外套 大家好 我是平秀玲 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 在评论无双的电视节目上面呢 会为您分析最新的时事新闻 深入的追踪 加入我们评论无双 YouTube频道的会员 专属的影片 专属的徽章 我们无限不散哦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